大家好,我是茂迪奇的老丸童,赵通达 因为最近,我们这边的这个,灯隔热啊,这个很严重啊,这个村子里又来打这个杀蚊药来了 这个蚊子啊,已经打过几次了,还是有这个蚊子啊,所以说 这次村子又来开始打这个杀蚊子的药啊,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现在正在打,打在里边打完了,现在来打厕所啊 啊,现在开始往那边,往那边去了啊,这个灯隔热啊,这个蚊子摇了啊,前几天我回到家以后,刚开始那两天, 没有蚊子,结果昨天,前天,连这两天我都被蚊子摇啊,在家里面就被蚊子摇啊,这是一种茄子 我们国内里面有见过这样的茄子吗,看看有没有结果实啊,嗯,那是摘完了,没有果实现在啊,这种茄子,是一种那个很小的一种小紫茄子啊, 啊,然后我们顺便就看一看,我们村子里的这个,这个环境啊,这是村子里,这几家是新盖出来的,把这个,这边挖了以后,填了土就新盖出来,这里看上去还是比较宽的啊,比在村子里面的人家还是要宽很多啊,嗯, 哦,那边,那边,这种天气在外面晒,晒玉米,这个玉米能晒干吗? 看看这个途径啊,这个途径啊,这个途径就是过往的车啊,人啊,能够通过这个镜子看到百万处有没有车和人过来啊,一般的在这个路口上就会安装这个途径,嗯, 这些人家都是比较,比较节俭的了,他们不用煤气,而是烧柴,嗯, 这种草呢,是一种香草,嗯,有时候做鱼啊,做菜啊,很多时候都用到这种草啊, 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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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天气 天气阴天 偶尔还飘几个小雨滴 阴天的好处就是不热 很多人也都在家里 都没有出去 看来都是地里也没有什么工作 那边是村子里的水塔 但是现在这个水有点麻烦 这个水越来越少 人越来越多 人说这个水不够用 这一家是有什么事情 所以说聚了好多人 好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商量 还是怎么样吧 这里边养的是斗鸡 这个鸡养的是让它打架的 老太太 老太太抱孙女呢 这个房子还是过去老式的房子 看看是这样 上面是草片 用这个茅草 然后编起来 盖在上面 草片 墙壁是用这样的竹子 竹子把它破开以后 也是打成这个片 过去都是这样盖房子 过去的房子都是这样盖 现在也改变了好多 因为这个房子 一个是它脏啊 上面会有东西掉 经常的会那个 还要经常的换这个顶子 现在就有的 用铁片 想这个条件更好的 就改这样的房子了 但是这样的房子 这个全村子也没有几家 就是这旁边这两家 这是我老婆的姐姐 拜来吗 拜来吗 拜来就那天拜 哈哈 刚才跟我说话的是我小舅子 这个房子是我大舅子的房子 这是我老婆的姐姐 这也就是我大姨姐的家 大家生活过得还是挺悠闲的 你看啊 什么叫幸福 这个很难说 你看有的人家生活看上去 房子也是破破烂烂的 衣服也没有什么好衣服 可是他不愁吃不愁穿 生活的很悠闲啊 要吃的米呢 自己去种种一点这个稻子 一年收下来就够吃了 还能够多出一点的卖 要花钱呢 就找一点什么工作吧 勤快的一点呢 人受点累 但是就钱多一点 懒惰的人嘛 就轻松 睡着玩着 但是呢 就钱就少一点 今天这个垃圾车 我来收垃圾 刚才我看到过来了 过来到旁边那边的巷子去 拿一下可能会过来 今天这一家的垃圾很多 因为他们这两天办事嘛 嫁女儿 所以说这个垃圾也非常多 左一袋右一袋 你看看 这有几十袋 我家的垃圾 我家的垃圾这里也有 也有两袋 因为它这里这个垃圾车啊 是一个星期才来一次 所以呢 这个垃圾要攒着 要等着 而且我平时又不能拿到外边来 因为这个鸡啊 狗窝太多 摆到外面的话 这个狗就全给扒开了 满地都是太脏 平时垃圾还要留在里边 等到车来的时候才拿出来 像我这个穷人家就是这样的房子 他没有条羹用啊 拿个他一个嘛 他在那里捡一个 让条羹在那里洗啊 不过拿个他恐怕也是 就是那回事了 好吧 我们今天就 刚才来打药的时候没有想起来拍 所以说刚才我就出去 把这个打药啊 政府来打药啊 给大家拍一下看看 顺便看一下我们这个村子 这个环境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过去的粮仓 但现在已经保存的不多了 这粮仓是要这样 打起来高高的 因为防止老鼠往上爬 这个下面还要有铁片围一下 然后把果子啊或者玉米啊 都是就是稻子 我们这边就叫果子 就是这样 然后放粮食 现在这种粮仓已经比较少了 在有些地方 一进村子 看到村边上就是这样 很多 男人有的时候也会被人偷 好吧 今天就拍这么多吧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